气候当然会影响到农作物 最近宜兰三星葱严重的缺货 很多卖场每天到货量不到平常的一半 而且又贵的半死 主要是因为今年夏天天气热 引发了甜菜叶额虫害 而造成了缺货潮 一直到最近天气变凉了 虫害减缓 农友才赶快种轻松 希望能够赶在春节之前 让产量回稳 如好的面团加上顶级翠绿三星葱 满满葱料包覆在里头 再下到金锅 并批呈现金黄状态 就可以上桌开动 人人都爱的三星葱丙 没到以来一定要来上一块 但您可能不知道 现在三星葱农正面临严重的缺葱危机 如果说继续这样子 价钱还是维持很高的话 就有可能 有可能 葱酿锐减 葱农欲哭无泪 虽然最近天气转凉 农友赶紧种青葱 但还是无法解救燃煤之急 造成三星葱缺货的主要原因 是今年夏天偏热缺水 再加上严重的甜菜燕鹅虫害 造成产量无法提升 葱量足足掉了三成 连葱苗数量都相当缺乏 三星葱原先一公斤的价格不到百元 但在暑假期间一口气飙涨到每公斤150元 现在天气越来越冷 12月份葱价回到每公斤110到120元 终于稍稍减缓 现在只期盼近期种植的三星葱能如期采收 在使用葱蒜烹调料理的春节高峰前 能平稳价格如期供货 记者林医生何慧荣 宜兰采访报导